安波华宇足球快讯2023年3月18日 车路市主场爱三分 周日凌晨 英超继续有好戏上演 其中车路市将坐镇史丹福桥球场迎战爱华顿 车路市三月以来录的全胜战机 期间表现可谓攻守兼备 面对近期输多赢少 目前身处积分榜下游的爱华顿 车路市本轮有望在下一城 经历魔鬼般的头两个月 车路市在三月份终于状态回涌 先是一球小胜列斯连 然后再欧冠连2比0击败多蒙特 实现逆转晋级 再到做克里斯特城取得3比1的胜利 斩获一波三连胜的夹击 这波连胜显然令渴望胜利已久的蓝军球员士气大增 虽然期间取得了英超两连胜 但车载在英超中排名并无上升 至今以10胜7和9负的战机排在第10的位置 而且目前与前四的积分差超过10分 显然争夺英超前四席位并不现实 不过能够在比赛中打出信心 已经对车路市来说颇有价值 由于经济的影源路线改变 导致球队有很多星园加入 其实主帅执教难度很大 在经过长时间磨合之后 普达已经令星园与原班人马建立起默契 要知道上轮面对里斯特城 车路是三个入球中 有二球是来自东窗的星园助攻 安苏费南迪斯挑传注攻卡尔夏维斯破门 米卡路梅迪利接场船头锤点 给马迪奥高华席完成致命一击 再者将卡尔夏维斯从中锋位置解放 可以见到德国攻击守在进攻端增加不少灵性 或者牺牲米卡路梅迪利改打中锋位置 通过卡尔夏维斯后撤增加中前场调度和推进 会是普达激活进攻端地解法 值得一提的是 近三场车路是攻入六球的数据 已经超过今年他们投两个月的入球数 四球 面对爱华顿这样的户籍球队 车路是此番主场称雄在望 阵容方面 后卫泰亚高施华和前锋阿曼杜宝查等人 因伤缺症 另一边乡 爱华顿进两季英超军以户籍作为主旋律 上季带领球队实现保祖的林伯特 Frank Lampard已经在今年一月底下课 而随后走马上任的代志上来就给阿仙奴当头一棒 不过随后六轮联赛仅仅战胜兵福特和列斯联 坦白说球队表现依然平庸 目前 太飞堂在英超中排名第15位 但仍在降班区边缘 足以见得他们仍未解除降班的风险 留意球队攻防表现可知 爱华顿成绩差主要是因为进攻火力弱 27轮英超他们只是攻入20球 军场入球数并列倒数第一 全队虽然有11人打开入球账户 但另一方面反映出球队缺少稳定的得分点 攻入三球或以上的只有迪玛利格雷和迪维特迈尼尔两人 此外 爱华顿在本赛季前13次出征中路 得以胜5和7负之猎击 胜率不足一成 其间攻防两端表现较整体而严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如今即将做客近期气势如虹的车路式 爱华顿是一时在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中场安杜斯唐辛和前锋多米尼卡华特利云音商眷情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大家感谢观看